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台九线苏花公路114,37K,9公里路段,日前樱土石摊坊,公路单位正进行复建工程,由于需一边施工,一边放行车辆,造成车辆回堵,公路总局从明天开始,放行时间改为每次放行30分钟,每日晚间5点30分起,苏澳至冬澳段只出不进, 下午6时起,预警信封闭至隔日上午7时,直到22日工程完工为止,苏花公路苏澳至冬澳段,远管制时间是每日上午7点后,放行1小时,80以后,每2小时放行至等候车辆清空为止,但因边坡人不稳定,人出现零星摊坊,自4日以来,摊坊处两端车正面严数公里,难以缓解, 公路总局决定调整放行时间 公路总局南澳工程段表示,明天开始,摊坊路段7点放行1小时后,8点至下午2点,每2小时开放一次,每次放行30分钟,下午4点到5点30分开放通行, 17点30分以后,苏澳及冬澳两端管制站禁止进入,车辆只出不进,让车流进空后,18点预警尽封闭至隔天上午7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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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